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42点53分 完成了妆话 昨天录得很晚 最后全部弄完 五点睡觉 现在嗓子很疑二 去露时光音乐会最后一期 气泡音 你已经舔水的好吗 包你个头啊 最后一期说是要唱对自己 意义很重大的歌曲 那你们猜一下会是那首歌呢 我要先吃个饭 最后十个弄吃个饭 全程睡 睡着化了妆 再给大家点提示吧 没有提示 他们懂的意义最重大的一首歌 猜不准你就 你这样不努力吧 吃饭去了拜拜 但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1点了才起来这么困 现在好像很不健康一样 你们要早就早起了 今天就两个饭吃饭 今天开始吃饭 吃的是米饭 我特别喜欢吃的冬瓜 它有非常好吃的 它应该算是蒜香的排骨吧 开吃 你们也要好好吃饭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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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 哇 这排骨好好吃 吃饭特别喜欢蹲着吃的 明明这里有沙发 但我很喜欢蹲着 坐着吃 方便干活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当然少不了的还有我的 辣椒 它就撒一点在冬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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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差点筷子掉了 再满了辣椒面冬瓜给你吃 更好吃 更好吃了 更好吃了 哇 哦 打麻 不肯要打广告 大南湖南 大南湖南随便找一家都会很好吃 哎呦 水果 好难咬的脆管 哇 我是因为赶时间吃的有点快 大家要细脚慢咽哦 为什么赶自己在摸呀 嗯 好吃 哇 这个锅好难咬啊 哦 我只能吃到肉片 就不太容易吃到 就很容易吃到肉片 我真的不太吃到 我太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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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肉片 我太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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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腾起来 刚起来有点肿 就是刚过完年有点胖 这个辣椒跟它甩了一身油 出发了 现在准备临时加的一个舞台吧算是 我会流泪 粤语歌 当我来笑 好 好 今天天气都阴了 今天天气都大太阳 好了拜拜等会见 我们在后场 我们在后场 现在是中场休息 我们到了吃饭的时间 一个人 一个人吃 看看吧 这是我们时光 第二季的最后一次录制 成功综合影中光亮 自然成这样我们的光 我的光灭的这么快 很帅气 看不得就是必修徒 哈哈哈哈 耶 可以自己画耳朵 好 老师我们可以给镜头看一下 弹幕给我打上 这边比照片好看 给我打满 哈哈哈哈 好吧 那就最后和大家再打一次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时光音乐人周深 拜拜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初听说要来时光音乐会的时候 我好像说是要录三个月 我当然在想哇三个月应该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一般好像反正我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会录一个要跨到下一年的一个节目 无论是杨历还是英历上 都是各个意义上的跨到下一年 所以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把它录完了 而且每一期来到时光都是一个新的体验吧 每一期都会有个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庄主 而且也很幸运 甚至是自己不敢想的 就是会有机会让前辈老师们来演唱自己的歌曲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然后时光一直都是一个很有特殊气场 或者是有特殊气质的一个节目 然后时光它有个自己特别特殊的气质 就是可以带人去回到某个时光 或者是你听到这首歌时候的一些记忆 所以当时我在想的是 我会不会不太适合时光夜会这个节目 我自己出道时间还没有很长吧 也就像我自己庄主那一期说的 我觉得其实自己还在成为别人时光的道路上 但是最后也各种原因 然后也出于大家就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跟大家一起去回味 然后又可以见到那么多喜欢的前辈老师们 我觉得来到时光还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日常 所有老师们都会跟听他们的歌 有很大不一样的反差 反差最大的应该是正解 没有想到就是以为会是很凶的一位老师 但没有想到这个很幽默 然后很直率 也是很 所有事情都非常直接 甚至是有一点点像小孩子一样的一个老师 这时候没有想到的反差 其次就是一看他有月姐的时候 我觉得心情会比较放松一点 因为月姐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永远就笑咪咪的 然后感觉气氛会很轻松 然后再看到有积极老师 就是特别兴奋的 因为积极老师应该几乎算是身边所有人提到 梁永琦这三个字都会说 哇当初我们的女神 然后果然见到了之后了解 也会发现果然是一个 不仅是嗓音或者是曲风 有内到外都是非常优雅 非常温柔的一个老师 然后当看到阿渡老师要来的时候 就会非常担心 首先会害怕 能不能够跟阿渡老师一起开玩笑 比如他为什么一直在彻底 所以就没我们在节目里 把玩笑开烂 但是还是会比较担心 就是阿渡老师会不会就是 性格非常的内向 会说不了什么话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证明了一句话 学好要三年学坏只要三天 通过一两期之后阿渡老师 就已经开始会开玩笑 然后会开个玩笑 或者是开始一些反击 这是很没有想到的一个一点 对然后就是胡想下巴 因为我们其实认识了很长时间 但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真正的去认识 所以也是有很大的反差 我以为他会在节目里很放松 然后一切都就是会和我想象中 不太一样 除了唱歌 除了唱歌还是非常的稳 音色很特别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他 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这个是我挺没有想到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过程 时光音乐会 让大家去了解一个歌手 他们声音或是音乐风格之外的一些 一些情绪 然后这次在最后一期的时候 在选歌的时候 要说选一首非常有意义的 或者是自己偶像的歌 其实非常难选的 因为我和你们一样 墙头非常的多 所以喜欢的歌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自己意义非常重大的歌 或者是舞台也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当时就想的是 说不定可以再唱一次大鱼 因为要说到一首歌 对一个歌手的意义 那当然是一首让很多人 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或者是印象最深的一首歌 那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大鱼 而且刚好庄主那一期也没有演唱 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而且在最后一期去唱的话 和歌词也非常的契合吧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我觉得一切他都会可以 最纯粹最简单的方式去唱戏 然后中间录制录制 没想到时光音乐会是两个节目 还有一个我们的十圈十美餐厅 每次好不容易就是聊完 好不容易说出了一些心声 好不容易聊完唱完 觉得哇结束之后 又回到了十圈十美餐厅 不过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吧 因为在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游戏 然后可以去让我们所有的老师们 或者是一些新的时光友人们 可以更加的去熟悉彼此 我觉得 再加上我们这个每一期都有的Vlog 我没想到录了三个节目 也算是 经验丰富的 那然后十圈十美里的食材 我们算是通过所有老师们的 无论是有意义的城市 或者他们的出生地 他们的家乡 吃到了咱们全国各地的一些菜 比如成年湖南菜 或者是我那期的贵州菜 包括也有广西菜 也有一些 还有其他国家的新加坡的菜 就是都很好吃 所以也越来越理解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喜欢来长沙旅游 或者是来吃东西 就是特别理解这一点 因为长沙就是到处都是特别好吃 长沙是一个很值得来的地方 而且是一个很热情的地方 它的热情就会让你觉得 人和人的距离会比较近一些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说 对长沙比较意外的一个收口 虽然我自己是湖南出生 湖南长大 好熟悉的一段 没错 我们就算出生于湖南长于贵州贵阳 参加第三季中国好声音 代表做大鱼海棠 但是长沙对我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城市 我都是因为工作才来的长沙 但这一次为长沙的理解和了解 也多了非常多 也很开心可以通过时光音乐会 去唱到很多自己 有回忆时光的一些歌曲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 有机会去在接下来的时间 去和大家一起去共同创造 属于我们的音乐时光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一个截止 虽然是最后一期 所有的东西都正在发生 正在开启 然后所有的美好 也都会一直伴随着我们 向下面继续进行 所以希望能够继续唱好听的歌 给大家唱 好看的舞台 好听的舞台给大家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一切 我们后面再见